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亲王说得有理 该当如此 好 好 该当如此 该当如此 不知各位臣宫还有何奏折要上啊 熊大人有没有 没有了 据我所知 前些日子交给各位臣宫的奏折里面 有一个是关于明史一案 何有其事啊 确有其事 那不知熊大人处理了没有啊 明史案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回王爷 家庆吴之荣 状告江南十八名市 思客明史 其中有辱骂朝廷之言 熊大人 你是怎么处理的 下官已宣令湖州县令 把一干人等拉去问话 彻底延长 若查出真有犯上之心 必定重罚 重罚 你想怎么重罚啊 根据大清律典 辱骂朝廷 定是死罪 若真有犯上之心 当马上押赴京师 交刑部审理 熊大人 这证据确凿 你还查什么呀 再说了 这么重大的一个事情 你们竟交给一个县令处理 也太不以为然了吧 所谓农人不需恶苗 人均不需恶民 熊大人 他们辱骂朝廷 你们这些汉官 也在受苦之列 这么重大的事情 你处理得太轻率了吧 这今后 怎么能够回以重任呢 从来地方案情 都是由地方有私来断案的 熊大人的所为 也无可非议吗 安王爷 此事关系朝廷荣辱 不可轻视 再说了 那帮世子犯上 说不定就有结党 谋反之嫌 绝不能孤膝养奸 熊大人 你是有点夸大其词了吧 夸大其词 这此案还没有结 魏大人 我听你的意思好像是说 他们不存毛反之心 魏大人 你这么说话 是不是有包庇之意啊 各位臣工说的都有道理 苏大人 你看这事该怎么办 魏王爷 老臣同意熊大人所言 熊大人 他怎么说 熊大人称 此案必须彻底严查 凡有谋反之心 必当重处 所以老臣 以命大理寺卿 为钦差大臣 连同刑部尚书 亲赴江南 会同浙江巡府 言伴此案 三思会神 三思会神 这边这边 你们给他 干什么 快走 你这边抓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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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一带水灾善后工作已完成 受牵连五十四县的百姓已陆续迁回旧居 此外 有关江南文士庄廷龙思客明史一案 奴才已较雄大学士等处置 并已遣大理寺卿跟刑部尚书 会同浙江巡抚处理此事 定要除恶物尽 将涉案一干人等严惩 说完了 回太皇太后 这些就是这半月亲王议政大臣所商议的潮事 还请太皇太后您下意旨 昨夜我做了个梦 梦见了弗林 他说呀 他好后悔 他后悔 为什么不早点把朝政国事交给你们来处理 那样他就可以悠闲一点 也许他就可以多活几年 这些年来虽然谈不上国父民强 也不必户 但是在你们的附政下 老百姓却也居有其所耕有其田 你们确实辛苦 其实我一个老太婆也不愿意管那么多的政事 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谢太皇太后赞赏 最近春朝重 天气一天热一天凉的 我身子上的骨头脚又有点疼了 你们赶紧把眼下的朝物办好 今年早一点到热河避暑去 辛苦一年了 也该休息休息了 谢太皇太后 那就下去吧 喳 明史一案 皇阿娘真的放手让俯臣们去干 难道皇阿娘 对纪念院一事还耿耿于怀 这茶煮得刚好 你也尝一尝吧 谢皇阿娘 四贞 什么叫今年院呢 煮茶讲究的是什么 讲究的就是心静 心不静则胃不达 心情那么容易被搅乱 能煮得出好茶吗 这龙脑的香味和龙凤茶的香味 这龙脑可能就嫌淡 一张一池文武之道 恰到好处 两道茶香互相平衡 互相交替 才易于被人接受 世界上的事 世界上的事情 就是这样的 遗物尽快 一污失衡 乱之端 朝政也是如此 若所有的大臣都结为一党 那将来皇帝亲政的时候 麻烦就大了 丁姿兄果然没有看错 这些满臣是杀鸡给侯看 没安什么好心 一串潮珠 就把我们哄到陷阱里去了 今后再也不能相信这些满臣了 今后 怕是再也没有什么今后了 他们就要见明史大兴文字狱 这样下去 刘夕斩杀的何至千人呢 我们这些汉臣 也免不了身受牵连哪 汉臣磨刀祸祸已经出手了 我们该怎么办 也许 也许 怎么了 姓修兄 在下想起一个人来 谁 陆剑 走 走 下一个 走 下一个 队长 走 走 下一个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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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老师 您先请 还是您请 老师 您先请 好 不知先生为何面露愁容 有心事吗 相由心声 你说得不错 老师 你也懂命相啊 不 我偶尔涉猎 你要是感兴趣 为师我帮你看看首相 好啊 少爷 老师而已 无妨 是 怎么能看够 再赶紧 是 老爷 老爷 经理 高刑 老爷 有一颗红枝 你可借机验证一下 如果真是他 那民安可救 你可救 江南世子可救 天下可救了 皇上 皇上 老师 参见皇上 老师 您这是 老师 您是怎么知道的 草民早就觉得 皇上气度不凡 绝非寻常百姓家之子 甲之文说 皇上手心有颗红枝 阴红如血 此乃帝王之相啊 皇上 请皇上 恕草民踏实不知 多有冒犯之罪 老师 不知者无罪 老师 您快快请起 既然这样 那您以后就到宫里 给我们授课吧 省得再瞒 太皇太后了 皇上 请恕草民难以聪明 老师有什么不便 尽管吃烟 事不相瞒 草民曾为庄氏 明氏一书作序 先被刑部通缉 老师与明氏一案有关 只怪陆建一时不差 惹下火急至亲 老师请放心 这件事 这件事交给朕好了 朕保你们父子平安 谢皇上隆恩 老师快快请起 皇上 皇上 我看 咱们还是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先把老师安顿下来 免得我们救走老师之前 被刑部劫足先登 可是 京城里 除了皇宫之外 还有什么更安全的地方 请 好 谢谢 哥哥 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你告诉其他人 武先生啊 是我的抚琴老师 要在这里盘缓数日 大家要好好招待 我这老师爱清静 你们要是没事的时候啊 就不要打扰他 就这样了 都才明白 都才告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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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答应 说 我idade 爸 归启 女儿 莲 您就安心地住吧 草民 谢谢皇上 亦谢谢各位弟子和冰月姑娘 谢皇上 民安不用客气 朕不是答应过你们吗 有什么需要的尽管直说 朕可是言出必见的 就已不是杀人者能一直破题 好 绝 写成怎样 实有气吧 这句 土可浊河而不能浊海 却是神来之笔呀 你可真有辩才 还是皇上您的提破的好 你们说什么呢 是考状元吗 这是明天听证时我要说的 状元 状元 也未必能写出此文 太后驾到 太后吉祥 孩儿给皇额娘请安 快点起来吧 谢太后 我说 不认真的吗 她们打算 她们打算 不认真 她在这儿 来 给皇上穿上 是 礼政固然重要 但是身体更重要 你不要太累了 早点休息吧 放心吧 皇太后 我会提醒皇帝哥哥的 各位臣宫 还有什么事情要上奏啊 皇上 奴才有奏 刑部已将 私印明石 反书一干人等收押 江南朱扎庄三家 亦已被抄 除侵犯 陆建在逃外 其余皆已积押 现一陆建潜入京城 奴才已令刑部 除严查各城门 入境外出者 还派清室再搜捕 定将侵犯 缉拿归案 索大人 明石一案的主犯 已经缉拿归案 又何必增派人马 去追捕区区一个小布衣呢 魏大人 魏大人所言甚是 刑部还有很多案子待审 此案应予了结 以省人力 二位大人请放心 现在刑部里的案子 都是些不怎么火急的案子 不错 现在不除尽那些写反书的人 不杀一井百 那么 怎么有质于我们大清国呢 可是这明石他已经 好了 各位成功啊 先帝曾交阵 读过一篇文章 就在孟子见梁慧望 里面说 不是杀人者能医之 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 皇上的意思是 民不畏死 何以以死拒之 不枉言行杀 则民心可归 皇上 如果再让那些世子胡言乱语 定会有损我大清根基啊 土可着河而不能着海 风可拔树而不能拔山 只是说几句话而已嘛 不碍事的 对吗 雄大学士 恭喜皇上 皇上的学问越来越有长进了 皇上深谙圣人 以仁治国之道 实施社稷之福啊 皇上勤政 实施社稷之福 所爱卿 明事一案 依朕看 就此作办 好吗 皇上 此案 姿势体大 容臣等 从祥祭 慢慢善后 那也好 皇上 今日所谓之事已尽 容臣告退 那你们就先告退吧 臣等告退 我还以为要舍战群儒呢 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让他们无话可说了 这些大臣呢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没想到 此事办得竟然这么顺利 我还以为要舍战群 等待 你 你 怎么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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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马上出宫 更一出宫 把这个消息告诉老师 咱们走 皇上怎么突然对郑氏感兴趣了 而且只是对明史一案感兴趣 人言必有音 人行必有缘 难道这其中有什么玄机吗 这 会不会是老佛爷的意思啊 王爷 帮公公求见 好 快请他进来 喳 苏大人 你的疑难可以有答案了 公公请 奴才参见王爷苏大人 好 快起来说话吧 启禀王爷 奴才刚才听见冰月格格跟皇上说 有一位姓陆的先生现身处安王府 不知那位陆先生可是王爷要打听的人 方公公 这种话可不能瞎说啊 奴才不敢 奴才还听冰月格格说 是皇上把陆先生安顿在安王府的 快带方公公去帐房领赏 是 谢王爷 公公请 现在怎么办 皇上要保陆建 那我们 真想不到 皇上还未亲政 就遇到这么大的难题 难道 他就不怕一个字 一个什么字 一个乱字 辅真大臣为国家卖力 可皇上 这要力保一名亲犯 这怎么是帝王所为呢 咱们这位皇上 做起事来 总是凭自己的喜好不顾大体 这次弄不好朝纲要乱 也有可能天下大乱 但愿咱们的皇上 能够好自为之 妥善处理好这件事 这也是上天 给皇上一个历练的好机会啊 为了保住大清的江山 我们不得不冲撞他 不得不捉拿陆劍 可是 宋大人对皇上忠心耿耿 他绝对不会跟皇上对着干 那我们 是啊 他是绝对不会 但也绝对不会 王爷这两个绝对不会真是妙啊 他绝对不会不忠于皇上 也绝对不会不让我们干 兵 去死吧 孙大人 这消息可靠吗 绝对可靠 但麻烦的是 皇上也参与了此事 不好办哪 这事不好办也得办 既然皇上圣意已决 也不好不顺其意 小孩子容易刻骨铭心 将来他长大亲政 若是对此事耿耿于怀 心存芥蒂 那这事可就 你不就是怕皇上记仇吗 怕你以后在他面前失宠 不光是这些个 皇上毕竟是皇上 他的话你不能不听啊 皇上怎么样 他现在还是个孩子 就像一棵小树 咱们得给他扶正 怕这怕那 小心翼翼 我们还怎么当大清的府臣呢 皇上 他毕竟是皇上 既然皇上的圣口已开 那明史一案 就到此打住吧 事到如今 也只好如此了 到现在 我们满臣算是输了 那些汉臣们 他们得逞了 不行 这先帝已经错了 我们不能再让皇上 重蹈覆辙 皇上还小 现在论证将来的事情 那还为时过早啊 这个 如果现在不管的话 等他将来长大 就更不得了 阿玛 阿玛 你怎么了 阿玛 阿玛 怎么样啊 再慢大人 再慢了 来 看来所大人 是要休息一段日子了 咱们三个没病吧 这事 咱们还得继续干下去 只是 这安亲王爷牵扯在内 那就更不好办了 有什么不好办的 这陆剑乃朝廷侵犯 安亲王如果不知情的话 倒还情有可原 如果他明知故犯 就算他是亲王 也难逃窝藏重犯之罪 阿玛 三位大人已经回去了 他们已经走了 您为何还是愁眉苦脸的 这你就不懂了 摆脱了他们 这只保住了你阿玛 对先帝之情 对先帝之忠 却随不了幼主的心 那阿玛为何不阻止傲大人他们 就此了金明史一案 不也就保全了皇上的面子吗 那满臣的面子呢 先帝宠汉臣舒满臣 得罪了不少八旗贵胄 令汉臣的气焰 嚣张 不停掉钱 这两年 经过俯臣的精心安排 才算搬回颓势 敌不可纵 纵敌身患 此事不能就此罢休 路线不能不拿 孩儿明白了 阿玛让敖大人他们去干 若事成 归功四府 阿玛为四府之首 当即守功 反之 若敖大人 他们是有闪失 惹出祸端 阿玛则有言在先 然后再去收拾残局 您总立于不败之地 阿玛真不愧为四朝重臣 孩儿佩服得五体投地 要是皇上 能早一点懂得朝政 那该多好 也真是难为他了 好好好 吴先生情运气象万千 蕴含大地平原壮阔之感 足见先生 胸怀天下 其智可嘉 其情可感 谢王爷夸奖 在下乃一介书生 放浪琴棋之间 岂有容天下之胸怀 言天下之志向 王爷所言 实令在下汉言 志不立 如无舵之舟 无贤之马 大丈夫文士不言志 岂非网独圣贤书也 书生若然空义正 吟手即为刀下昏 在下不敢 谁道书生空义正 治下头颅血斑斑 读书人本该以死正言 以身报国 王爷的豪情 非在下草民赶比 先生请 王爷请 听先生口音 好像是江南人士 是的 我曾经在江南 住过一段日子 这是先生的末宝吧 可否借本王欣赏一下 忽乱涂鸦 有恐误了王爷轻怒啊 哎呀 先生比例俊涯 此书 抄自王羲之的 黄庭内景 实属一决 不知先生可否注书立说呀 没有 哦 那就好 有几名江南名士 写了一部名史 弄得满城风雨啊 在下雨事事 一窍不通 未有所闻 那些所谓名士 史才傲物 这边一句紫约 那边一句梦科 往呼圣贤之名 犹辱圣贤之道 真是该死 先生说是也不是啊 先生也读圣贤之术 难道就没有自己这间谛 在下所言 怕得罪王爷 但说无妨 如今天下 难有三藩 东有正事 朝廷不在那边下功夫 却跟黎民百姓过不去 使令再下不动 王爷 您说是不是 好 说得好 先生请 王爷请 太儿 你赶紧收拾行李 咱们马上离开这里 怎么了 爹 我怕王爷 已经猜出我是谁了 说不定一会儿 就会派人来抓我们 快 是 爹 不是说 他们挺同情咱们的吗 人心千虑 有时是迫不得已 他就是不想抓 也得抓 果然不出我所料 太儿 开门 是 武先生 有什么事吗 传王爷的话 王爷正在修别院 尘土飞扬 不便待客 特奉白银白两 略表心意 请你转告王爷 王爷的大恩在下永远铭记 俗话说得好 无功不受禄 这银子请您回王爷 在下 现在就走 太儿 在下告辞了 武先生 武先生 参见敖大人 进去禀报安亲王 就说敖拜求见 请敖大人稍等 奴才马上通传 我们在下回 快点 怎么办 这 不 对 你果真在此 来啊 把他给我拿下 太儿快走 爹 快走啊 太儿 快走啊 快走啊 太儿 快走啊 太儿 爹 快走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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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他 放开我的孩子 他还是个孩子 一切由我路见承担 你放开他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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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在嘴上 我冒他人身份投到你府上 被你发觉 你就派人来抓我 你这假面的违君子 你为反书作序 罪有赢得 奴才敖拜叩见皇上 岳勒给皇上请安 敖拜 您是以俺跟老师无关 好 皇上圣名 陆剑乃朝廷命犯 他有罪与否 应由刑部来审理 如果陆剑无罪的话 刑部自会释放他 可是 王爷 您说对吗 皇上 王爷 奴才先行告退 走 走 朕把老师安顿在王府 你却把老师抓起来 往朕相信你 也往先皇相信你 老师说的没错 你是个伪君子 皇上息怒 臣也是 不要再说了 皇帝哥哥 阿玛 您为什么 什么都没说了 你记住 阿玛处师 从来都是尚无愧于天 下无旧于地 你 老师 皇上 老师别离开 皇上 老师 老师 冰月姑娘 对不起老师 不要哭 不要哭啊 这事跟你没关系 老师请放心 朕自会就你跟明安出去 啊 谢皇上 人生 五百岁 百岁 又如何呀 老师不会死的 朕是皇上 是一国之君 朕说救你必能救你 没有不行的道理 皇上现在还没有亲政 父臣们要除掉路见而后快 皇上不要因为我而为难 反正老师不用多虑 此事我自会处理 你等我消息吧 举重曹音 我们走 皇帝哥哥 皇帝哥哥 英雄美女自不唱一对 搬不懂是非是与非 明月清风 长夜相随 谁想谁 谁要不忘了谁 一群照着 一家水 为了爱 有人愿受罪 心好累 好累 有思念拼拼 举起一枚 寒光中 烟玫瑰 醒了心有谁 唯一口气 想到位 就不后悔 我一个人 全身梦归 眼泪太可贵 明知道心要谁 也不可悔 寒光中 烟玫瑰 醒了心有谁 唯一口气 想到位 就不后悔 唯一一个人 春仙风会 眼泪太可贵 明知道心要谁 也不可退 我一个人 春仙风会 眼泪太可贵 我一个人 春仙风会 眼泪太可贵 我一个人 春仙风会 眼泪太可贵